我们敬礼传神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杀佳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道宝法王卡玛巴 敬礼徒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承三法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南方世界 游民教主 地藏王菩萨 师母 丹真家措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打人 愛してる 嗨 農家 嗨 美子 嗨 лично 凄い 一番 気持ちいい 中美 翼 プリンプリン 同邦瓦 今天我们是同修 幽名教主地藏王菩萨 我们晓得这个 地藏菩萨 其实它不是 不是只是在 幽名的世界 我们也知道有六道地藏 在天道有地藏王菩萨 那人道也有地藏王菩萨 那么阿修罗道也有地藏王菩萨 第一道 恶鬼道 畜生道 都有地藏王菩萨 所以称为六道地藏 六道地藏 那地藏的我们称为它是大焰地藏王菩萨 因为所有的这个焰力 所有菩萨的花焰 所有菩萨的花焰 以地藏王菩萨的花焰 是最大 在这个佛经里面也提到 在释迦牟尼佛有附属将来的世界 那么把这个佛法传播的责任 负于地藏王菩萨 负于地藏王菩萨 那可见这个地藏王菩萨 他是释迦牟尼佛非常器重的 所以他才附属 未来的人天 就交于地藏王菩萨 这是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所看到的 那么地藏王菩萨呢 不管是在密教里面也好 在显教里面也好 都是被最遵从的 被最遵从的一个人 菩萨 那么他也是八大菩萨之一 八大菩萨 在观世音菩萨 文之师弟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勿菩萨 地藏王菩萨 虚空场菩萨 金刚所菩萨 除盖章菩萨 这八大菩萨当中 地藏王菩萨 是八大菩萨当中 一个厌力最大的一个菩萨 所以我们常常称 大厌地藏王菩萨 他也是我们 出拉斯菩 八大本尊之一 八大本尊之一 我们讲几个笑话 老婆对老公讲 亲爱的 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 你会有什么感受 老公就 那就像炒菜 没有那盐 炒菜没有盐 哇 老婆很高兴 哇 这个你好有文学的气息 你的意思是说 你失去了我 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没有味道 失去了他就没有味道了 老公说 是的 但是呢 我会再去买一包眼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重要 其实也未必 因为总是会补充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也会有那个 再来一个笑话是这样 他是这样子讲 四个男人 就应该去多赚一点钱 要去多去旅游 多看看世面 要提高自身的素质 别整天想着他爱不爱你 你要是有钱 连鬼都会爱你 毕竟呢 这夜下老人已经辞职了 现在的爱情呢 是财神说了才算 这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世界啊 是 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现实 不是真实 越来越现实 这也是夫妻之间的笑话 自从结婚那以后 这老公啊都没有讲过 我爱你 都没有讲 这老婆非常的纳闷 就问老公 你为什么结婚以后 从来都不说爱我 老公回答 娶女的那一天 娶女的那一天 就已经说过了 如果以后有变化 我会通知你 如果有变化 他才会通知你 不管因为奇迹 我解除你 老公哀夜 年纪人 现在时候 或者让我变化 那个是变化 可以做的 他是到了 这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子有以下问题请教圣尊 祈求圣尊解惑 一 请问圣尊 弟子们在修金刚颂 宝瓶器 灼火等的内法的时候 需要做前行七支及后行回向吗 还有一个问题 在修金刚颂 宝瓶器 灼火 内法的时候 需要做前行七支以后行回向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有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弟子有灌顶过洗金刚后 可以念吴吾姆的心咒 或可以修吴吾姆的法吗 灌顶过洗金刚 可以不可以修吴吴吾姆的心咒 售吴吾姆的心咒 和修吴吾姆的法 第三个问题 吉祥洗金刚 修法的观想中 洗金刚顶上 没有顶颜的佛 洗金刚的顶上 没有顶颜的佛 可以观想洗金刚顶上 做着圣尊连身佛佛吗 佛圣尊可佛说出 洗金刚顶颜的是哪一尊佛 洗金刚顶颜上的是哪一尊佛 弟子磕首 感谢圣尊慈悲回答 祈愿圣尊佛体安康 常住世间 感恩是圣尊 他第一个问题问的 修金刚颂 宝瓶器 着佛 等个内法的时候 需要做前行七支 以后行回向吗 这个问题 常常有人问 比如我们就在修本尊法的时候 我们 我觉得 时间长的话 你可以修前行七尊 跟后行回向 那么中间是修正行 平时我们修本尊法的时候 就是要前行七支 后行的 回向 回向 赞颂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在飞机上 你就不用做前行七支 或者是后行回向 好像在飞机上 在坐公车上 坐捷运 时间很短 你要修一谈法 或者是说你很忙 今天就把前行七支 跟后行回向 你就做一个正行 其实是可以的 先观想 然后解手印 再坐持周 再坐入三昧地 这是正行 我们正行就是 观想 结印 持周 入三昧地 这是属于正行 那么前面的是前行七支 跟后行回向 总之我讲 平时修法 最好都要做 时间 确实是不够 或者你要上班 实在不够 临时有事情 那你就修个正行 那你就修个正行 也是可以的 我们是 一般来讲 是 要做 但不做也可以 那么内法也是一样 内法呢 你修金刚颂 直接观想 晝日 旋转 或者修宝瓶气 上行气 跟下行气 密合成为宝瓶 或者修左佛 你观想 这个 三昶佛 观想 左佛 然后用完全呼吸 使左佛升起来 这是修左佛的方法 跟修宝瓶气 跟修金刚颂 那么在修金刚颂 宝瓶气 左佛 你如果有时间 有时间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做 前行七支 后行回向 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也是有一种 功德 有一种功德在 那你如果 说你时间比较少 那一样的 你就修金刚颂 或者修宝瓶气 或者修左佛 没有用前行七支 跟后行回向 也是可以的 这是看你自己 现在目前是不是 有时间够用 完全取决于自己 这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完全是这取决 在你的时间够跟不够 第二个他问的 地质有灌顶过 喜金刚 可以念 吴我母的心咒 或可以修 吴我母法吗 这个喜金刚 本身来讲起来 这个吉祥 喜金刚 吉伦 金刚拳 有这一本的书 这个在发行 而且是很厚 其中有喜金刚的种种 最早出现的五大金刚法 第一个金刚法 就是喜金刚 其实也是密教的祖师 白教的祖师 马尔巴 向纳罗巴上师 写洗的时候 他有带回了喜金刚 带回到西藏 他是第一个五大金刚法 第一个喜金刚 第一个出现的是喜金刚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变化 喜金刚就成了撒迦教 本身很重视的金刚法 就是撒迦教 就是发教 花教最重视的 就是喜金刚法 有一本书就是 吉祥喜金刚 吉伦甘露泉 这一部 这一部经典 是可以买得到 是可以买得到 当然喜金刚的活母 就是无活母 就是无活母 那么你灌顶过喜金刚 自然 你可以念 他的活母的咒 就是无活母的心咒 是谁会念 是喜金刚的咒语 是吗 是吗 然后无活母的心咒 谁会念 会念了几首 你几首 你几首了 好 还有谁会念 因为没有麦克风 声音很小 没有人听到 无活母的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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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少人会 有没有人听到 对呀 西俊 您好 是 OM A HOM 法达 首号 OM A HOM 法达 首号 大家认为怎么样 那个单真 你一直点头表示你会 对吗 对 那就是 可以念 无我母的心咒 因为喜金刚 五大金刚法 一般来讲 都是双生 都是双生 也有单身的 这个在佛像的 雕佛的 愿意雕双生 就是双生 愿意雕单身 就是单身 单身的就叫毒熊 叫毒熊 毒是毒字的熊 是熊尾的熊 毒熊 当然是可以修 无我母的法 当然是可以修 无我母的法 喜金刚 灌顶过喜金刚 可以念 无我母的心咒 也可以念 无我母 修无我母的法 喜金刚旁边 有八位空行 他的脚踩着 是四种 就是四魔 脚踩着四魔 有四个魔 一个是死魔 一个是烦恼魔 一个是天子魔 另外一个呢 是五音魔 五音魔 五音魔 他脚踩着四魔 他周围有八位空行 你看了这个吉祥 喜金刚 记轮甘露前 就知道 这个喜金刚 第三个问题 吉祥喜金刚 修法的观想中 喜金刚顶上 没有顶炎的佛 可能没有把它画出来 没有把它画出来 所有的金刚法 五大金刚法 大部分都是金刚萨斗 有哄日 都有一个哄日 有一个哄日所画出来 他们的心咒 主要的咒日 种子日 都是由哄日 所画出来 一个哄日 所画出来 哄日 所画出来 那么喜金刚 顶炎上 它可以做 金刚萨斗 可以做金刚萨斗 可以做金刚萨斗 这是五佛的法王子 金刚萨斗 喜金刚萨斗 顶上可以观想 金刚萨斗 金刚萨斗 是密教的教主 金刚萨斗 他问 可以观想 喜金刚顶上 坐着圣尊连生佛佛吗 我也是讲的 喜金刚顶炎 上面可以做金刚萨斗 可以做金刚萨斗 他问 喜金刚顶上 可以坐着圣尊连生佛佛吗 请金刚萨斗 请金刚萨斗 回答 还是做金刚萨斗 不必说 我坐在喜金刚上面 不用坐在喜金刚上面 只是传法的 是师尊而已 那上面可以做金刚萨斗 我们再讲个笑话 有个妈妈在帮儿子做早餐 这个 Lan是五岁 Kevin是三岁 两个人斟酌要吃第一块的煎饼 妈妈就想来个机会教育 她说 儿子 如果耶稣在这里 他一定会讲 让我的兄弟先吃吧 如果耶稣在 他不自己先吃 他一定是 让 他的兄弟先吃 他就转身就转身对弟弟 Kevin 讲 Kevin 你来当耶稣 这个有的想抢先 有的抢大小 小的时候啊 小的时候啊 我想起 我们小的时候 我是 最大的 我是家里 小孩子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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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子 我是最大的 底下有四个妹妹 另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 一家共有六个小孩 每一次我妈妈在切蛋糕 我们六个人就站在旁边 我妈妈就切蛋糕 一块蛋糕要切成六块 六份 这是给我们六个小孩子吃 大家都看着那个蛋糕 大家都看着那个蛋糕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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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注意 为什么会很注意 就是想要切的 因为用刀子切 不会大小不太一样 每个人都想拿最大块的那一块 每一次伸手最快的 我母亲是懂得大家的心理 这六个小孩子的心理她都知道 所以她是越切越小 然后我那个第一个大妹 第一个大妹 她一定是先伸手 很快把她最大块的拿走 这就是人的一种习性 她总是要拿最大块 我第一个 所以我每一次抢都抢输给她 我那大妹是每一次都想要拿最大的 这是人的心理 人的心理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同学们都说小民的脸像屁股 一个人的脸像屁股也不容易 怎么会讲他的脸像屁股呢 同学们都说小民的脸像屁股 小民就很伤心 跑了出去 来到了一口井的旁边 她把头伸到井里 想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像屁股 正当她把头伸进济石 井底下既然有刮井的工人 突然朝她大喊 你不要把那个大便拉下来 如果拉下来你就死定了 这个也是讲说她的脸像屁股 不过到一个井边 可见那时候还没有镜子 我说我们照镜子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还要到井边去看那个井里面的水 自己脸像屁股 带着儿子小民去吃早餐 隔壁桌有一个美女 看这个小民很小很可爱 就兜她讲 小朋友 你爸爸要跟我走了 他不要你 这个小民呢 头也不抬 就回答她 阿姨 我妈妈常常说 只有瞎那眼 才会看上我爸爸 我好像有记得小民 写一首诗啊 我妈妈 好像上个礼拜讲过 妈妈像一朵漂亮的莲花 爸爸就像一团烂泥巴 但是呢 为什么呢 妈妈 爱爸爸 原来啊 清净的莲花 也离不开泥巴 好像有这首诗吧 原来啊 这个漂亮的莲花 也离开 离不开泥巴 其实这个 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佛出世间 每一个修行的人 都要在沙伯世界上修行 你离不开这个 所谓五浊二世 阿弥陀经讲 沙伯世界是五浊二世 很污浊的 我们这个环境是很污浊的 五浊二世 但是五浊二世才能够修行 佛经常常提到 在天上很难修行 因为在天上太快乐了 他们不想修 在第一道太苦了 在出生道也不能修行 在饿鬼道太苦了肚子饿 哪还谈到修行 在第一道天天在受苦 也不能修行太苦 所以太苦太乐都不能修行 只有在沙伯世界 只有在沙伯世界 因为有苦有乐 你才能够修行 这就是说我们在人道 是最好修行 离开了人道又修行 就比较困难 所以能够生在人道 而且可以生在有佛法听的地方 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能够你生在人道 你成为一个人 而且你能够听到佛法 那就是 可以讲那是最好的因缘 学习佛法最好的因缘 没有女生会在六块腹肌 跟六间房子之间 选六块腹肌的 这个男人他有六块腹肌 那个男人没有六块腹肌 但是他有六栋房子 你要嫁给哪一个 现在当然财神说了算 他还是会嫁给六道 有六间房子 所以这里的答案是 所以别去健身房 努力工作赚钱吧 这个 开健身房的不要怪我 因为有一个老头子 进到健身房 他问 他问里面的人 问健身房里面的人 说念什么机器 会让女生很喜欢 念哪一种机器 会让女生很喜欢我 健身房的教练看来看他 说健身房外面有一个机器 那是提款期 那会让女生很喜欢你 那会让女生很喜欢你 而不是健身房里面的机器 这也是有关于钱的 由于家里面很穷 到现在 还是个单身汉 那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 老妈就陪我去看 老妈就陪我去看 这个 这个女孩子觉得还很满意 那回到家里呢 老妈就问 你觉得那个女孩如何 那 那 这个男孩 单身汉奖 还可以 但是有一点胖 有一点胖 老妈听了就讲 儿子 别挑了 那 难得人家没有嫌弃我们 我们家这么穷 将来啊 他恶瘦 是除早的事啊 不要嫌人家胖 哈哈 好 我们讲维摩杰经 今天提到 功德智慧 易修其心 你们看啊 这应该没有什么好讲的吧 维摩杰经 里面的经文 我们讲到 功德智慧 易修其心 这句话有什么好讲呢 就是用功德 用智慧 来修行 这就结束了 这一句很简单 其实不然 里面有很大的邪问 这维摩杰很厉害 他教你怎么讲 什么是功 一个字一个字讲 什么是功 就是功 就是不思啊 行善啊 就是功 就是功 不思行善 就是功 什么是德 行之在内 就是德 就是德 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就是德 你的心 就是德 功 是属于外的 不思行善 德 是属于内的 你内在的修养 就是德 这就是功德两个字的解释 什么是智慧 这个智 是行以外的 行以外的 就是智 什么是会 就是行以内的 就是会 那么智 是有形的 会 是空的 是无形的 所以佛法的会 就象征着空 外在的智 就象征着有 再来我们讲功德两个字 就是 外在的不思行善 就是有 内在的德 就是属于空 这里面有空跟有 空跟有 的智慧在里面 空跟有 空有 空有 公 是有 有 是无 智 是有 会 就是空 以修其心 这个都可以拿来做 修养 做你的修行 做为你的自己本身的修行 那么 维摩节奖 这里面就提到金刚经 公 是有 为法 德 是无为法 是无为法 那我们修心是怎么修呢 不是有为 也不是无为 而是无为而为 所以这一句有三个要点 一个是有为 一个是无为 一个是无为而为 金刚经里面有讲过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依如电 因作如是观 那 金刚经里面讲 其实有为 也是空 你做多少善事 其实也是空 都是有为 有为其实也是空 只是世人不知道 以为有为 有为 就是好的 其实不一定 有所作为或怎么样子 其实 也等于是没有 也是等于是无为 那么 什么是无为呢 按照释迦摩尼佛所讲的 所谓有为 就是 你想要得到名 得到利 或者想得到 设法 设法 想要得到房子 汽车 想要得到 你想得到什么 都是属于有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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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有为法 其实到最后也是空的 那我们知道的 那什么是无为法呢 就是你不想要去得到什么 就是无为法 就是无为法 有为法 是入世的 无为法 是出世的 但是 唯摩尖也讲 不是入世 但也不是出世 而摩尼佛经最主要的是 是这样 不是入世 但也不是出世 不是进入世间 也不是离开世间 既然这样子 既然这样子 按照维摩尖所讲的 他的意思是 要入世 也要出世 这样子的做法 叫做无为而为 无为而为就是说 我不为什么而做 但是我做 这个叫做无为而为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有为 什么叫做无为 什么是无为而为 这三个 必须要在这一句话当中 讲出来 才算能够让大家明白 这是很难讲的 很难去解释 是 我这里面有一个有为 你故意啊 你想要得到 这个美人 你去做 是有为 你想得到金钱 你去做 就是有为 你想得到房子 你去做 就是有为 你想得到车子 你去做 就是有为 那什么是无为呢 你什么都不想得到 你只想出世 我离开这个沙佛世界 我到深山里面去 到岩洞里面去修行 跟所有的人都不来往 那这个自己自己种菜自己吃 自己独自在沿洞里面修行 跟世间都没有来往 那个就是无为 那么 维摩杰讲 这两样都不好 你都沿洞去修行 你没有利益众生 不好 维摩杰认为这个不好 那你一直拼命地赚钱 想要买房子 想要买车子 想要娶这个 这个漂亮的女生 这也不好 两样都不好 要怎么做 维摩杰讲 就是无为而为 就是你不是为了房子 为了车子 为了没你 为了你的名 为了你的利 为了你的色 而去做的 他说维摩杰讲 这个才是对的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种 叫做无为而为 我不是为了房子 为了车子 为了没你 为了我的名声 而去做的 这个就是叫无为而为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真正要修养他的心 要修养自己 你必须要无为而为 所以不是有为 有为就是太世俗了 无为你就太神圣了 就是把世俗 就是把世俗 跟神圣 统统加起来 叫做无为而为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要修养其心 不是要修行 你要修行 不是到深山岩洞里面去枯作 也不是在深山 神圣灵里面 独自所积 跟众生没有关系 古来的修行 都以为是认为说 我到深山去 到深山去修行 上山 我去修行 我不理众生 也不下山 从此以后老死在山里面 这种无为 维摩杰是不赞成的 他不赞成这样子 而至于在世间 这个赚大钱做富翁 当这个政治家 当什么 维摩杰也认为 有心这样子做就不可以了 总之呢 你努力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便不期望得到什么 这个就是无为而为 不管你是在赚钱赚很多钱 但是你也是在做布施的工作 在救度众生 维摩杰认为这个才是对的 这个是在以功德智慧来修这个心 来修行 功德跟智慧来修行 功是在外的 德在其中 智是在外的 慧是在空 以这样子来修 修行 才是正确的 这一季的解释 跟大家讲清楚 这好像是讲过的 不过也蛮好笑 丈夫对妻子讲 你跟谁在门口聊那三个多小时 妻子讲 是临机的张太太 丈夫就讲了 怎么不请人家进来家里坐坐 她的妻子就回答了 她说没有时间 对了 对了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个厨房组也改组 那联名法师是厨房组的组长 有所谓的内厨房外厨房 有小厨房有大厨房 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在主持 对不对 还有联关法师 好 谢谢 另外还有这个伊瓦 伊瓦在哪里 伊瓦是以前做日本料理的 她以前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她的菜色是非常优秀 没有以往 另外还有一个法师 联聚法师 联聚 对 纽约的联聚法师 他们三个 还有联关 四个 都是高手 书房 书房的高手 他们四个 另外还有一个殿小二 丹小二 丹小二有来吗 跑堂的 丹小二有来吗 丹小二有来 丹小二有来 丹小二也在这里 丹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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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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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不过联名法师 他负责联官联名 医瓦联聚 他们都做得很好 改组了以后 改组了以后 觉得那个菜色都非常优秀 菜色都非常优秀 这是值得赞扬 应该这个 因为联名法师 他本身是 你在大学是 高中 你是学那个 就叫彭任吧 就学餐饮的 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学餐饮的 这方面是他的专长 那医瓦他本身是开餐馆做日本料理 他做得非常的精致 比日本人的日本料理还好吃 比到日本的 你真正去日本吃日本料理看看 哪里能够吃 那些东西不能吃的 日本吃日本料理是不能吃的 一瓦做的日本料理 那是不得了的 那是真正的 所有日本人吃了 舌头都咬到 真的他做得特别好 这是指的 他的日本料理是 很了不起的 还有连继他家庭主妇 他做菜经验很老老 连继 连官是厨师 你以前是厨师吗 对他也是厨师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都是值得表扬 我们这个厨房主 不得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